台军将在东沙岛和太平岛 分别实施所谓对海实弹射击演练 一系列动作到底意图何在 他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拓展 通过这样的一个 比较大范围的实弹的演习 把他们口中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外岛 也就是东沙岛和南沙的太平岛 变成什么呢 变成他前沿侦测的一个重要的据点 解放军在南海上空 组织自由空战训练 海军航空兵谋侣还协同预警机 开展大机群对海突击演练 它不光是一个轰炸编队 攻击编队 里边的保障要素非常丰富 无论是侦察 干扰 包括各种伴随保障 它是一体化的一个大的编组 这个编组一旦在作战过程中发挥起来 那个分数一定非常高 针对钓鱼岛错误言论 美国防部发言人道歉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 在南海 台海和东海多个方向 美军近期为何动作频频 美军罕见连射洲际导弹 额外长要求美国重申 永不发动核战争 拜登上台一个多月 美国一系列动作背后 到底在做何打算 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嘉明 近期台军在东沙岛和太平岛 实施所谓的对海实弹射击训练 解放军在南海上空组织自由空战训练 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个观察短片 岛内媒体披露 3月1号及23号 台湾地区所谓海巡署将在东沙岛和太平岛 分别实施所谓全岛防卫火炮武器对海实弹射击 并且台军3月份在马祖 金门 澎湖 屏东等地 都有所谓实弹射击操演 针对台军进行的相关演练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在2月24号曾回应到 造成当前两岸关系复杂严峻的原因众所周知 民进党当局不思悔改 反而企图加剧对抗 这种做法既不明智也不自量力 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谋旅 连续两天组织自由空战训练 数十架尖机机轮番升空 在南海某空域持续展开 自由空战对抗训练 多波次的攻防演练 检验了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 进一步提升部队履行 使命任务的能力 此外 现代空战作战环境 覆盖超低空到超高空 这就离不开预警机 发挥预警指挥作用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谋旅 协同预警机开展了 大机群对海突击演练 并进行了实弹对岛礁 进行轰炸及攻击 在空中战场 预警机和战斗机 是如何完成协同作战的呢 在南海上空 演练自由空战 将是解放军实战能力 得到怎样的提升 王五星观察继续播出 欢迎两位专家 第一个问题请下两位专家 刚才短片中也提到了 现在台军一系列的演习 已经不仅仅限于台湾岛了 请下两位的观察 以武谋独 不得人心 杜先生 焦虑的挣扎 零分的壮胆 好 王先生 我们看到呢 在近年来 台湾的民进党当局 它一直试图 以武谋独 通过这样的一些举措 来达到自身的 这样一个目的 应该说 这个岛内的舆论 整体上 对于他们这样一种行为 特别是 去滥用军力 这样一种行为 是持很大程度 一个批评的态度 台湾当局 当前它面临着 一个舆论上的一个困境 一方面是 美国新政府 对于两岸政策 它是有一些全新的一些表态 从迹象来看 倾向于缓和 另外一点呢 就是它至少 就刚才说到这些问题 它要对台湾岛内民众 有些交代 当它无法交代的时候 它只能是 用这样的一种思路 就是所谓的军构千日 用兵一时 那么通过这样的 一系列的演练 已经拓展出了 这个台澎金马 已经到了这个 东沙岛和南沙的太平岛 来搪塞岛内的这个舆论 这是它想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要通过 这样的一种拓展 通过这样的一个 比较大范围的 这个实弹的演习 把这个他们口中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外岛 也就是东沙岛和南沙的太平岛 变成什么呢 变成它前沿侦测的 一个重要的据点 还有一个 就是他们实施海上 所谓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屏障 杜先生您的观察 它在传达个信息 实际上是对岛内民众的 一种欺骗 那同时呢 这种所谓的军事失衡形式 如果被美国看到 大概也会寻求一些 进攻性的武器装备 如果在岛上 凭借目前的火炮 包括其他的轻型武器装备 没有办法形成 所谓的孤儿金汤 美国会提供什么 大概是看出了 美国的暗基武器装备 如果借此向美国 引进更多的 打击海上目标的武器装备 你包括更多的 直流的演乘武器装备 国正在研制隐身导弹 那么这些装备 如果在岛上进行部署 它防卫的硬度 有可能会提高 我想通过目前 这种所谓的挣扎行动 它表示 我要用最大能力去守 如果守不住 让美国人帮我守 那通过向美国求援 然后传达一些错误信息 甚至欺骗信息 大概能够达到某种目标 那请上我们的军事专家 我们注意到 解放军的南部战区 海军航空兵 组织实施了自由空战训练 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 这样的一种训练模式 所以现在这个自由空战 大致地也跟自由搏击差不多 就是我想的 只要能够发挥本机的特长 能够打掉目标飞机 无论你的原则和战法是什么 到那个时候 黑猫白猫 只要击落对方的飞机 就是一架好飞机 那么这种空战方式 它对飞行员的要求特别高 它要靠目视 靠一般不接收 上级发送的各种信息 如果在目视空间范围内 凭借本机来去发现目标 它可以决定自己 我先打哪个 后打哪个 而且我采取的攻击方式 以及使用武器装备 全可以由自己在当时决定 不必向任何人请示 这个状态下 它对飞机和飞行员 是一种极高的要求 比如对方怎么做 我就要做出一些应急反应 甚至我的动作 要比对方更早 跟实战完全接近 同时它也是训练 你理念创新的一种基本方式 像以前编队空战 按作战预按空战 各种演的行动 我们练的很多 但如果进入到自由空战阶段 我到底我自己这个本领 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 我这个飞机有很多参数 没有飞过 但是在这个自由空战中 我可以飞出边界参数 就以前没有飞过的角度 坡度 速度 高度 都可以进行实验 这个状态下 只要能够战局主动 击落对方目标 就可以获得最大的战果 所以这种实战标准 和飞机的考验 比之前要高得多 这是南部战区的训练 我们还注意到 东部战区的海军航空兵 正在进行战斗机和预警机的协同作战 王先生 你怎么看 我认为我们一方面 要提升这个综合作战的这个能力 另外一点就是周边波轨云爵 包括美国 包括其他的一些域外的大国 不断地舰机介入我们区 它的这个军机 介入底进范围越来越近 这个距离越来越短 那么如何一个局势的变化 应该说我们在战法上 具体的这个调整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请教杜先生您怎么来看 我们南部战区的海军航空兵 在演练这个自由空战 而东部战区的海军航空兵 在演练战斗机和预警机的协同作战 如果预警机和接接机进行联合作战 那实际上是实现了 指挥所眼睛拳头的合一 那之前呢 指挥所在地面 然后引导着飞机进行空战 但如果在远海空战 特别是指挥距离和雷达探测距离 如何指挥 地面的指挥有可能相对之后 如果指挥所就在身边 然后眼睛就在身边 然后通过信息指令的传输 要战斗机平原 像哪个空域飞 打什么目标 使用什么样的武器 这样有可能更加及时 如果把深空的指挥所雷达 以及呢 在空中随时挥舞的空中拳头 进行组合 这种打击方式 效率会更高 相比于地面指挥所 有人算过 至少提高20倍 无论是雷达的 至少20倍 20倍 无论是指挥的效率 还有这个指令传输的 有致的提高与发展 有人讲嘛 如果面对预警机 对方如果只有战斗 有30倍以上的兵力优势 不可能形成1比1的 这种能力对比优势 很显然 如果没有预警机 伴随空战 有可能只能够在空战中 获得失败的结果 而近段时间 日本和美国加速勾连 在钓鱼岛问题上 不断挑起时端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观察 据外媒报道 在2月23号表示 美国会在钓鱼岛 主权问题上支持日本后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 约翰·科比 于2月26号更正了这一表态 并对此进行道歉 报道称 科比表示 自己最近关于支持 日本对钓鱼岛 主权主张的言论 是一个错误 并为这一言论造成的 任何混淆进行道歉 科比称 美国在钓鱼岛 主权问题上的政策 没有改变 我很后悔我犯下的错误 而近段时间 日本和美国加速勾连 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 挑起时端 在2月25号 日本政府更是罕见表示 如果有海警船 试图登陆钓鱼岛 日方可以向对方进行 此外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政府计划 2024年引进三艘 中小型运输舰 用于向部署在 西南珠岛的路上 自卫队运送物资 首次为路上自卫队 配备运输舰 对于美日近期动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在2月24号称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美日安保条约 是冷战的产物 不应损及第三方利益 更不应危害地区的 和平稳定 美日近期为何突然 炒作钓鱼岛话题 美国国防部纠正 设钓鱼岛主权表态 日本是否被美国打脸呢 防武新观察正在播出 美国防部发言人 这次尴尬的表现 尽管是以更正道歉而告终 但是这其中 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杜先生 变化的背后是 任何事情都没有变 汪先生 美国原有立场回归 好 杜先生请 科比好像不爱学习 对之前的所谓法规条文 以及专用概念 没有很深入的理解 统治权 管辖权 包括施政权 这几个概念 还有很深的内涵 但他认为 大概都是一个权 你只要我对他进行支持 就可以表达美国政府 对日本的全部支持 实际上这种表态 是对之前的一种回归 之前就认为 在主权问题上 始终保持模糊战略 这种模糊战略 对于美国有重大的利益 如果今后 有一不留神 把这种主权交给谁 那么很有可能 他会获得更大的战略利益 在这个状态下 如果维持之前的说法 说明与日本的军事关系 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同时利用钓鱼岛 去炒作周边问题 去进行大国竞争 各种方法 也没有大的变化与调整 那么今后 无论是安保条约 适合所谓的第五条 另外对日本进行各种武装 以及军售 这个大的战略 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所以我感觉 这个口误和道歉 好像第一是没学好 又好像是一个故意的口误 但总之 在钓鱼岛问题上 美国正在搬弄是非 寻求更大的战略利益 王先生您的观察 应该说美国方面 做出这样的一个更正 甚至是所谓 体现的是 很有立场的 这样的一个回归 美国我们讲 它对于钓鱼岛的主权 属于哪国 它心里不清楚吗 我想它心里应该是 十分的清楚 因为钓鱼岛问题的 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1971年的时候 美日私相授受 这个过程呢 还是源自于这个二战以后 二战以后 我们知道 这个对于琉球群岛 是美国对它实施 这样的一个托管 在这个托管的 这个过程当中 一开始 琉球群岛这个范围 跟钓鱼岛丝毫没有关系 但是在其后 美国它悄悄地 把中国领土 钓鱼岛积极附属岛屿 划到了所谓 琉球群岛这样的管辖范围之内 也就是它说 这是完全非法的一种行为 而且这是一个偷盗似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它划进来之后 遭到了这个中国政府 强烈的这样一个抗议 和强烈的这样一个反对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对在这儿 但是美国 做了这样一个操作之后 又在1971年 跟日本方面私自去签订了 一个所谓的这个归环冲绳协议 这个协议一签署 那么它就知道 这个主权问题 这个所谓的这个主权 如果提的话 那是偷来的 是不合法的 所以它也为了日后操作的方便 它提出这个所谓冲绳地区 和这个钓鱼岛 对日本的这种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归环 只涉及施政权 而不涉及主权问题 为后面就留下一个扣子 为什么呢 今后这个钓鱼岛问题 就会成为美国套在 日本脖子上的一根脚索 一旦日方在具体的一些战略上 或者说政策上 与美国不能够相相而行的话 它就是一根脚索 所以它当前发言人的 国防部发言人 这样的一个表态 它不是对于这个美国政策的 一个倒退 而是恰恰是对于美国原有的 这样的一个立场 去利用钓鱼岛问题 这样一立场的一个回归 好 我们注意到日本近日扬言 针对钓鱼岛问题 将来可能进行所谓的危害设计 两位怎么看 放大威胁 寻找帮凶 帮凶 体现美日深度海上勾连 好 专业先生请 我们海警法出台以后 它是一个正常的法律 对维护中国主权 维护领土完整 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在这个时刻 去放大中国海警的威胁 那说明它非常心虚 这个状态下只是凭自己的能力 包括海保厅的各种舰艇 没有办法过程优势 怎么办呢 要把日本 澳大利亚 包括其他的国家全部引入 最近在小利元群岛 它的海保厅 跟美国的所谓海岸警部队 进行联合演练 而且在演练过程中 有一些对意外事件的处理 包括使用武器 如果从小利元群岛 把它的演练方案 复制到钓鱼岛 那么很显然 最后在钓鱼岛 美国 日本 包括澳大利亚的联合关系 将会进一步出现 如果紧凭海上的这种 所谓执法能力 使用武器 它的颜色在逐渐加深 如果多个国家联合使用武器 那么这个态势也会进一步严重 我想目前看 所谓的他使用武器装备 不光是自交使用武器 还要把各个帮凶 一块叫来 联合使用武器 联合使用武力 王先生 您的观察 其实通过日本这样的一种表态 我们不难看出 日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 它是要演出一出双簧 怎么讲呢 首先我们讲 日本它应该也非常的清楚 一个国家 它的海警 去使用手持舰载机载武器 去进行这个执法 应该说是一种国际惯例 是在国际法的范围之内 那么我们中国 颁布这样一部海警法 然后在我们中国的管辖海域之内 我们中国管辖区域之内 去实行这样的一个法律 是无可厚非的 那么日本方面呢 它是无权去指摘 无权去说三道四 那么日本为什么 要做出这样一个 所谓反应性的 一个表态的原因 当然首先 它是要通过这样的一种反应 来去宣誓 宣传它对于钓鱼岛的 这个非法的主张 第二个呢 就是还要试探 美国的这样的一种反应 我们知道 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背景 就是在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 日本与美国 就它的这个军事同盟关系 它想进行一个再塑造 那么在战术上呢 对他们未来合作的 这样一种战法 也要进行一个再调整 那么从这个战略关系上来讲 由过去 在这个一切军事行动 或者说这个盟友关系上的 这种美主日从 它要逐步地变成 在具体问题上的 这个美日协同 这种怎么去构建 那么从它的军事指挥体系 包括到它的歪交角色机制 它要进行一轮沟通 那么这个沟通的过程 应该说 还是这个非常 相对来说 是会非常比较漫长的 但是现在它需要一个催化剂 这个催化剂就是 日本周边海上出现了问题 所以它就要热潮我们的海经法 它需要再度去炒热钓鱼岛形势 然后以此呢 向美国方面说白了就是要支持 让美国急速地介入到周边 特别的东海形势当中来 然后以此呢 跟美国实现这样一个深度的勾连 所以它需要一个加息 那么现在呢 通过炒作这个钓鱼岛问题 通过它这个输入这样些 不负责人的话语 比如说这个所谓第一枪啊 先开火呀 这样的一些行为 那么就实现日本在它的 这个海洋基本计划当中 说要让美国的军事力量 在日本周边 在西泰区域常态化的 这个存在下去 此外 美军一个月内 连续两次试射洲际导弹 动作 据报道 2月24号 美军试射了民兵三型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导弹没有搭载核弹头 据悉 这枚民兵三 从位于美国西海岸 加利福尼亚州的 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在飞行了6800公里后 击中了位于太平洋中部 马绍尔群岛夸甲林环礁的目标 这是拜登政府上台后 美军首次试射民兵三洲际导弹 有佛罗里达民众拍摄到 天空出现了极其耀眼的亮点 一度引发各种猜测 后经美国海军证实 这是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发射三叉戟前射洲际弹道导弹 留下的痕迹 有分析认为 在短短半个月内 美军连续试射海基和陆基 洲际导弹的做法十分罕见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2月24号透露 在本月初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 电话会谈中 他建议俄罗斯和美国 应声明永不发动核战争 重申核战争不可接受 并指出 鉴于中导条约已经废止 当务之急 仍是确保各方 在导弹领域的克制性 拜登上台一个多月 美国为何接连试射洲际导弹 美国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 到底在做哪些打算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又是空袭叙利亚 又是连续试射洲际导弹 所以有评论认为 拜登政府开始露出 自己的獠牙了 两位怎么看 杜先生 大国竞争从战略到战术 没有死角 王先生 透露略技术双重目标 好 杜先生请 一个月连续进行 陆基洲际导弹试射 和潜射洲际导弹试射 特别罕见 实际上目标还是俄罗斯 俄罗斯最近宣布 国家级的战略预警系统 正在完成测试 也就是说俄罗斯的盾牌 正在高高竖起 这个状态下 如果美国强化自己的进攻能力 特别是把陆海联动的 战略打击能力向俄罗斯展示 它说明我的舰足够锋利 尽管在超高生存武器 很多方面无落后 但是在核打击和战略威慨方面 它绝对目前处于世界第一梯队 另外如果在叙利亚 进行各种狂轰乱炸 它也在告诉俄罗斯 在叙利亚主导权性美不形额 而且轰炸的地点 就是在叙利亚东部戴尔作尔 这个地方离俄罗斯控制的相关区域 特别近 实际上各种打击行动 一方面是给伊朗传递一个信号 另外警告俄罗斯 如果在叙利亚问题上 继续保持以前的强势 美国不答应 所以从美国与俄罗斯 各种所谓战场角逐的 这种态势去分析 那试射导弹是个战略层次 在叙利亚战场上相互挤压 是个战术层次 所以从大国竞争的角度去分析 美国任何一个地方也不放过 是全方位 无死角的新一轮竞赛的开始 王先生 一个试射 与其说它单纯是技术上的目标 不如说是什么呢 是展示它这样的一个姿态 就是美国接下来 对于全球性的 这种痊愈性的威慑能力 它还会继续坚持下去 比如说就刚才我们谈到的 它在亚太的一些海域 还展开持续性的 这种舰机挑衅行为 但是与此同时 它仍然可以通过试射导弹 这样的一种行为 来展示它的这种全球性的 这种威慑 而且还可以通过 在中东这种介入性的 军事打击行为 去打开它的第一枪 展示它这样一种 所谓的如何运用战争手段的姿态 这是其一 另外从战略上来讲 这个不是与美国的政权更迭 直接相关的 而是美国近年来 总体的这样一个大趋势 就是由过去 美国强调局部战争 也就是局部热战 比如说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 去打击恐怖分子 逐步地转向大国竞争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一系列的军演 它可以跨越几千公里 也就是说跨越两个半球 跨越两个打州 两个打洋 来同步展开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过去在冷战时代 它提出要打两个半战争 后来打这个一场半的战争 就是源于此 那么现在呢 它如何对于这样的一个传统 进行一个接续 就是要通过它这样一种威慑行为 第一个就是说美国 它也敢于去实战 比如说在这个叙利亚 一方面它要去 一方面它要震慑伊朗 另一点呢 就是要跟它的武器装备 配套要跟上 就是说谁 什么样的武器装备 有这种优势 它要不断地放大这样的一个优势 然后去争取在未来战场上的主动权 那请教杜先生 这个月是试射的明明三 其实上个月还从俄亥俄级核潜艇 试射了这个三炸机 为什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如此频繁秀自己的核肌肉 大国竞争呢 要有大盾牌 要有大的这种战略工具 核导弹 洲际导弹 很显然也是拜登手中 大国竞争的核心工具 虽然进行了试射 但是呢 底气明显不足 你像洲际导弹 如果从陆基一级去分析 美国明明不算很老旧 而且现在无论落后 那俄罗斯目前一军突起 无论是刚刚部署的那样的导弹 再加上正在研制的 超大威力的萨尔玛特导弹 以及超高升速弹头的先锋导弹 它没有太多的优势 所以美国这次试射 表示一种态度 同时呢 也可以告诉美国 如果不加速研制陆基 以及美国有可能落后的 这种程度会更加严重 那么海基这级呢 虽然能够显示 美国的战略优势 但是目前看呢 俄罗斯也没有放松 除了波拉瓦导弹 已经与美国的三叉戟 二地武保持同一状态之外 波塞东 核鱼雷 这是美国看也看不到的 一种打击武器装备 像之前海基 核武力 都是核潜艇 弹弹导弹 两核组合 然后对目标进行核打击 但俄罗斯的波塞东市 核鱼雷 通过潜艇 可以在大洋中 向对方缓慢地接近 比如走一年几个月 到达了美国西海岸 而且从深海去分析小目标 第一 美国看不到 第二 美国拦不住 它是一种 根本无法防御的武器装备 如果像其他的弹弹导弹 美国还可以通过雷达 通过这个出雾段 中段 末段 多层次的各种武器 装备性拦截 但水下攻击 无法拦截 所以从目前看 通过自己的试射 显示自己的能力与态度 甚至追凭俄罗斯的核优势 这大概是主要目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防务新观察 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大家关注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晚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